走進體育用品店 富人拿下架裝外套 開始走過右盼 接著再拉下一件衣服 躲在貨架後方 監視器的死角 這時候把兩件外套塞進包包 一件還穿在身上 最後一毛錢都沒付 直接走人 事後業者清點數量 才發現原來遭到小偷入侵 其他店員跟包括我都在顧其他客人 甚至去拿鞋子回來 感覺是很熟悉 那邊環境 店員相當無奈 原來二十七號在士林夜市 一間知名運動用品店 一名女竊賊 趁寒假人潮多 店員忙不過來 專門鎖定高單價商品 知名品牌 科技棉材質外套 單價一件都超過五千多塊 總共偷了三件 害店家損失一萬五千多塊 我們一天也沒有賺多少錢 畢竟吸收 吸收這塊 工作生自己生活也比較辛苦 這樣比較可憐一點 女竊賊偷高單價外套 當天薪水就會通通賠光光 因此氣得公布監視器畫面 富人看起來年約三十歲以上 戴著綠帽 穿著一身黑 背著大紙袋 明顯有備而來 士林夜市店家希望揪出竊賊 才能讓大家安心做生意 記者劉士維 李玉涵 台北報導 與你無償臨的女性洞 月 七十五 die 今晚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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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